歡迎大家來到MainCourse的時間 就是我們科技七線錄 有我們的主廚軒哥為大家獻上角色工量的主菜 Yeah 心哥是坐下來 主菜當然要下場吃 證實了科技界的測試是遠遠不絕 要有測試兩個星期 為何可以儲得這麼多 你已經留了手 科技一天都驗不長 測試一天都驗不長 第一宗先跟大家說 其實是追蹤 因為以前我們集數我忘記了什麼時候 都有提及過這宗新聞 就是關於Google Plus Google Plus這個服務 其實在我們上一次節目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 早一兩集 上一集再上一集 有提及過會收皮 因為當時有漏了個人資料 那些各樣東西 明年8月就會倒閉 但是為何會有追蹤 原來 倒閉也不算是最適 要提早倒閉是更加適 哈哈哈哈 有什麼適得過Google Plus 因為這樣的原因收皮 就是提早四句收皮 他的收皮原因都很符合我這一節 我記得 那時候就說 會流到一些資料出來 現在為何會再提早呢 原因就是找到有另一個巴 又是會洩露個人資料 你漏越多 我不忍兜 我就是大時代 又壞又壞了 不要丟人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樣就正式宣佈 由原定2019年的8月會倒閉 提早到20億 不是2018 2019年的8月會倒閉 就提前到2019年的4月就倒閉 即是提早四個月 這樣就 他現在說新的漏漏會影響到 52.5M的用戶 嘩 其實漏到這樣 不如現在蓋蓋 其實是 哈哈哈哈 你早執算 這樣 這樣 跟大家匯報這個測試 今天Google真的很努力 那我們是不是要貼貼 國產靈來抽一張圖呢 一路好走那張呢 是啊 快點快點走 這樣 早死早超生 暫時Google是這麼多 接下來又講我們的上客 這個上客 這個上客不需要 是這個上客 對不起 這個是另一個上客 這個是上客 亞洲的上客 亞洲的上客 亞洲區的霸主 對 不是 有小米跟他爭 對 很難很難 華為呢 三紅真白 為什麼叫什麼戰國時代 現在叫你 七是四小龍 那些叫你 七是四小龍 很難看 不是啊 我看到這次三叔 還有另一個更加強勁的牌子 Supreme 哇 喂 作為一個潮流 沒端的人 我對這些潮流物品 都不是那麼熟 但我都知道這個Supreme 頂頂大名 Supreme 都賣三千多元 我跟你說 是啊 我已經真的 好像這麼說 他那件衣服 可以隨時貴幾部電話 只有他自己在上面那件衣服 是啊 他的行李箱好像賣 不知一萬多兩萬元 也是只有他自己在上面 不是 他有設計的 那這次怎樣 在三叔的電話裡面 印他Supreme 自己一樣賣貴的錢 在螢幕上印 是啊 這樣呢 三叔呢 早一陣子 就在中國 就舉行了一個發佈會 就發佈了他們全新的新機 就是Galaxy A8S 這樣呢 有什麼特別呢 S就是給Supreme 哈哈 拖我出去打 不是 沒有說錯 那他呢 就是將這部 拖我出去打 將這部機 就是跟Supreme 合作 哇 兩大品牌合作 當然厲害 是不是 但是呢 就是 對於我們這些 科技 就是那些潮流 就不是很接觸的人來講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其實他那個CEO 是什麼人來的 是啊 已經不熟了 總之都是一些外國人 正常來講 但是呢 他公佈完合作之後呢 出來是一個中國人 大家好 我是Supreme 大家好 上到台 就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喂 是不是那些什麼中國區 什麼什麼 行政總裁 那些 是的 是的 又跟大家說 我們會合作的 那時候台下的那些人 都被嘴唇 為什麼要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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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時我看這宗新聞 我以為就是 就是強國的 那個 那些 那些Supreme 就是R和E 那些 那些 那你是不是找錯了 那些 甚至乎 當然沒有拆到這個地步 但是 但是呢 就當晚 即是出完這個發佈會之後呢 那個Supreme 就即時在他的社交媒體那裡 就立即說 我們沒有跟三星做任何合作 哦 那那個Supreme 是什麼Supreme 哈哈哈哈 之後那些人就找回資料 原來呢 我們熟悉這個Supreme的品牌 這個潮流品牌呢 其實有細分的 我們經常聽這個美國品牌呢 即是Supreme NYC 即是這個Supreme紐約 哦 而今次中國三星合作那間呢 證明叫做Supreme Italia 哦 即是分部來的 分部兩間完全不同的公司 即是你當呢 好像那時候 Nee Balance 是不是 譚仔三哥那些 是的 就是譚仔豁回三哥 就是什麼Porter和什麼Porter International 跟著什麼譚仔譚仔三哥 歸零高有大家姐歸零高那些 那類啦 是的 那Supreme NYC就是我們真的熟悉 Main in USA那些衣服來的 那Supreme Italia是一間什麼公司呢 沒人知道 那也都 即不是我們熟悉那個 不是我們熟悉那個 但是Supreme Italia好像有出來說的話 就是我們是正式在不知哪個國家註冊的 你也知道鄰近地區中國這個版權法例 跟我們熟悉的很不同的嘛 你看Nee Balance那些東西就知道了 是啊 那個總裁不是搞錯了一點點 我們不是介意你家公司有沒有註冊 我們是介意你不是那間Supreme 那他可能是中國第一間Supreme的 以我印象中Supreme NYC 是沒有在中國開店的 他說的是沒有的 沒有的 那 第一間分店 是啊 那只不過不是Supreme NYC 也是Supreme 是啊 還有那時候 其實Supreme的NYC 以及Italia 其實是打官司 就是在爭取這些名字 那類的東西 是啊 那在這些時候 就合作 出到來就 嗯 Samsung都心想 哎呀 混蛋了 Samsung是不是看漏了這個字 哈哈哈哈哈哈 看漏了 他沒有想那麼多東西 我覺得他 看漏了後面 有些其他字 可能是 其實 那當然了 之後三星的這個社交網絡 都有發出他們的聲明 就是說 COLA 近日三星電子座 Galaxy A8s 的發佈會上宣布 將作中國市場與Supreme Italia展開合作 目前我們正在重新評估此次合作 對此造成的不變我們深感遺憾 嗯 嗯 這件事 倫測來說 都算是近年 比較出名的一件 我覺得 就是給我的感覺 你說 要是一部機 是什麼 跟日本合作 然後最後出來 變成跟日本城合作 整件事差很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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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荔枝說得好 這個落差很大 那現在Samsung跟你說 那麼多是日本 根本就是麗晶酒店的麗晶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摔在我身上 噢 噢 叫不叫 電子品牌和服裝品牌 COLSOFA 這些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例如Gucci 或者其他著名品牌 都COLSOFA過 但是這次我拆了地方 就是說 一間 真的是日本城 就是我沒有理由 我沒有理由 不相信你不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你是不是真的 聽到Supreme 就覺得 哇 真的可以跟它合作 是不是 真的搞笑 一瞬間 又潮流尖端 變成潮流末端 哈哈哈哈 很響大 那Samsung 可能只會說 日本城 我一定不是好過 那這件事 真的拆到 都不知道怎麼說 真的拆到 留給大家 自己消化一下 這件事 好 那下一件 那 關於一些 遠一點的 就是看印度方面 的消息 You got fire 對 話說 印度政府 最近出了一個聲明 就在這裡說 他們點名 42隻 由中國出來的apps 就是一些spyware來的 就叫印度的人民 就不要裝 好像是特別叫政府和軍方 那些人一定要撐 那排第一位的就是微博 正常 正常 第二位就是vechat 啊 一定是 接下來 其實有很多都是騰訊旗下的apps 跟著那些尾圖 什麼東西都有 沒錯 百度translate 百度地圖 那些 你說得出名的那些 其實都有在裡面 總之 那些百度 百度 還有 那些 加速 那些什麼 清理大師 電池管理 有一個 Keymaster 就是以前都比較出名的 這個 那被強國收購之後 都是這樣 都是榜上有名的 我記得 最早期的時候 我好像有用過的 初時是有的 然後 好像差不多說收購 一被他說收購 就立刻 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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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是練股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練股 那些什麼360 啊 那些什麼電池管理 那些是最糟糕的 就是這個 在裡面 那其實都不意外的 所以我也免得說這麼多 那大家看著那個List 那其實 在這個List之前 都 這堆L 我也不建議大家 遇到 如果你要在大陸工作 你也不能不用 但是你可免則免 或者有什麼 就是AB手機 AB手機 你這些索性買一部 有這麼說 你這些隨時買一部 什麼屌米 那些機 過去裝一些APP 那個速度可能好很多 其實我覺得 你用大陸APP的話 你用大陸機 是對的 因為它本身大陸機 本身就是設計 這些 同一條通道 它本身就是一條通道 它不用用這些APP來 就是它不用繞過這麼多東西 去偷你的資料 直接交上去 不用浪費了 那就是快了 認真我怕你如果 長居大陸 或者你要做東西吃 就是AB手機最好的 不如有時候 我自己也是有時候朋友 有時候 就是我 有時候要跟朋友聯絡 但是他經常會在大陸工作 所以我迫著 我便分另一部舊手機出來 去裝WeChat 就是專要來跟大陸朋友聊天 是的 那先說到這麼多 這宗都不意外的新聞 純粹當設計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全部的List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到的 是的 那我們可能也會放一張圖 你放一放上去 暫時就這麼多 然後就講一下我們另一個常客 這個常客 今天不用做Ming Event 不算 因為有更強的Ming Event 今天的Ming Event很本地化 独家新聞 真的独家新聞 沒錯 那是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Phone這些是常客 我們只是看它有幾個創意 沒錯 其實近來iPhone在大陸 都有若干的事件發生了 包括之前我們在老領也有說過 華為和iPhone那些 之前那邊說過 免得在這裡重複 有興趣就自己聽回老領 賣廣告 自己賣自己不是很過分 對 大家都還有其他事件 然後其他那一宗 就罵得比較大 就是Quadkem 之前告夠iPhone 就說他用夠他的專利 又說什麼什麼 然後就向法庭告他 最後就申請禁售令 對 真的被他批評了 真的要金售 就說iPhone8 樓下的機器全部金售 對 因為iPhone8 之前那些機器 包括iPhoneX 之前那些機器 全部都是用Quadkem的 嗯 這樣就全部關事那些都要禁止 對 咦 這個是不是配合Apple的 推銷iPhoneX的政策來的 嗯 不知道 那在大陸沒得用 那你一定要買相機的 就說 我們都是孟晚舟 你沒看過我講嗎 哈哈哈哈 那你先把iPhone 對 不是 有這麼說 但其實我覺得影響很大 是因為 就這麼說 現在說 那幾部機器就不太叫做 是 那你現在把機器叫做到的 那些都不給人買的 那些人真的隨時轉賣 這個就是考驗你忠誠度的時候 喂 那我深信我國的人民 他的忠誠度真的 不知道 對 對於哪些東西的忠誠 對於自己銀包的忠誠度 嗯 有些人說這個是對香港 一個很好的消息 可以炒 炒家再臨 是嗎 對 iPhone 6售價又創新高了 哈哈哈哈 iPhone 8售價又創新高了 哈哈哈哈 這樣就 不過呢 有趣的是 就是出完這個禁授令之後 在Apple的官網 或者在Apple Store裡面 照賣 完全沒有影響 噢 對啦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對啦 那Apple出來的解釋呢 就在那裡說 他告我iOS11而已 我現在iOS12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出廠預設是12 對啦 又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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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就作出了回應 就說呢 他那個禁令 就沒有針對任何的個別版本的 嗯 在座各位都要是生效 就是有份啦 噢 然後呢 Apple呢 也有回應過 然後就說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新更新的 就完全就撇除了所有關於 那個專利 那些專利 就是這次涉及到的東西 嗯 但不是說的是chips的問題嗎 嗯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其實 他就說要是RX11裡面有些預設了 用某些chips的東西 那些東西 我忘記了 這個真的 但不是硬件問題嗎 好像都 他硬件之外 其實他這裡進去 軟件配合的 軟件那裡都有關係 就是他只要清掉軟件那些東西 硬件那些東西就可以不理他 嗯 詳細是怎樣呢 我也找不到新品 我罵鬼鼠 哈哈 很混蛋 其實沒有專利戰號那時候都是這樣 都是的 主要的人說其實都是配合這個貿易戰 所以就要弄一弄Apple 有可能的 沒錯 這樣 你弄不是弄這些 你叫他搬伺服器回去美國 哈哈哈哈 那又不行 你也沒有Date Face 你也沒有Date Face 你也沒有東西啊 嘿 就是了 當然不會讓你這樣做 是不是 然後 接下來 看看到時候 這麼瘦會弄得怎麼樣 只有 有很多人在這次華為事件 就在說 霸蠻iPhone 我傳霸iPhone 但是我沒有iPhone 又好地地 還沒有說 華為現在拿去抽獎 對啦 都是這樣 有不少的人都有這樣說 好像在路領那裡有說過 就是那個環球時報那個 就說華為那些不能用的 很難用 其實OS真的不是不轉的 用開Android也不容易轉iPhone 用開iPhone也不容易轉iPhone 我覺得是有這個問題 轉會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即是你正如Mac和Windows都有這件事 有很多人用過Windows 轉不到Mac也有的 沒錯 那我覺得其實真的很難 問題就是 你不會一直說要拆華為 一路就可以用iPhone那樣 你身體不要那麼誠實 不要那麼誠實 不要做得那麼出面 你華為做得不好 你華為的介面不好用 你做戲做全套 你華為的介面不好用 你華為的介面 對啦 那這件事路領言過的 真的不多說了 不再說啦 那最後 就說到一件事 就作結了 就是iOS12.1.1 便出了 那有什麼,因為我下次 給你說清楚 真的有啊 你不要誤我還以為我還不記得 這是一個科技實使難 怎麼會不是有說好好 肯定心得史後有搞驚 話說這次的Bug是針對今年出的新機 XR、XS和XS Max 最高貴的幾部 最高貴的幾部 形容得很好 怎能賣出去的幾部 這次更新後 他們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是用這幾部機的用家 又升了上去的話 是有機會收不到訊號的 是收不到LTE訊號還是收不到Mobile Data那一塊 它是Mobile Data那一塊 尤其是如果你是用4G LTE的話 情況更加會嚴重 直接把電話的本質從根本上 他那句是說必須使用Wi-Fi方能連線上網 那我去用Skype或者B3打給別人 哇 我可以用Wi-Fi 但是你在街上又怎樣 這樣呢 在街上就用Wi-Fi 叫Banboy給你 Wi-Fi打嘛 他再一次證實Wi-Fi 在人類食物年齡最高貨 是的 另外關於LTE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包括了明明你收到的訊號 但是你上網的時候 你可以用Skype上網 但是你開的App是不能播出的 那次OK有創意 或者你是用到Google的App WhatsApp那些 但是就開不了Twitter和Amazon 就是很不定向 很奇怪的 他們建議的方案就是要Reboot 如果Reboot不行的話 你就拿回去找App 好啦 就是這樣 等他幫你Reboot 看我Jimmy要請你前面重新開機 Reboot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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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ot到可以啊先生 咦 但用Wi-Fi 你玩夠我 對 那麼巧 我不知道是不是關於這個事 我跟朋友出街的時候 剛巧那個位置收得不太好 那我手上那一部 他說上網查一下價錢 拿了一部機出來 沒有接收 這裡收不到 他剛巧真的升了這個版本 他真的沒有接收 然後我拿了那一部 不是我收了兩格 然後我就看到這則新聞 又這樣說 理論上軟件要修復一下就行了 是啦 要等 最貴的那幾部機 你可以期待12.1.2的Beta 可能又有些新的東西 有些東西要笑嗎 當然啦 我現在是同困電話Plan買的 是啊 那我同困電話Plan 原來我的電話Plan是用的 等一下 琛哥 這個項目我可以繞了 我可以繞了 我真的繞到 那些電話Plan是有包含Wi-Fi的 看到沒有 你看回電話Plan 那些List裡面有一欄是寫著 在外什麼無限Wi-Fi使用 你是用回你的帳戶 就可以用外的Wi-Fi了 讓你繞到 對 CSSL那些 有CSSL的Hotspot那些用到的 我想問 他現在剪是剪掉電話訊號的 還是剪掉Data Data 即是打到電話的 打到電話就可以了 人家有Wi-Fi Call的嘛 Apple就是要 但他收不到Data 沒有Data是不是連電話都說不到 應該是數據那方面的 其實應該打到電話的 Apple就是 但你沒有接收 會有服務 我可以嗎 電話Plan有包Wi-Fi 哈哈哈 Wi-Fi你可以用Facetime嘛 對嗎 對呀 對呀 Facetime 那你怎麼打給Android的那些 那你用Apple 你會不會打給Android的D教徒啊 你不會有Android的朋友 你不會有Android的朋友才行的 絕交 或者Android不需要我做朋友 那些話 就是Android幫你Defend Defend 哈哈哈 哈哈哈 這件就是 最重要的那句 又要塗一些電話箱 有Wi-Fi送的 不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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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0分鐘嘛 不怕不怕 就是一鍵盡在Apple的計劃之內 可能是燈的 那些Wi-Fi計劃得好 總之希望各地地產商 將你們旗下的商場的Wi-Fi設施做得好一點 畢竟Wi-Fi對所有人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基本的求生 大家一起CSL的Wi-Fi 即是走到趙巴黎那個 九成九雄找到 是 大家用CSL就明白 我明白 明白 明白 大家馬上收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都進不去 我可以跟你說 CSL那個 好用的香港寬頻那個 那下一個做人 不就這樣刷下限 不是 CSL那個理論上 你的notebook訊號是好的 是可以的 真的可以用到的 但是我想 這個Apple差不多 差不多了 今天 不是Apple做什麼event 應該說 它不夠了 這次 應該說 今天 有獨家新聞軒過 這件真的是獨家 我想 大家不要想著這麼短 這件事是要慢慢地說的 是 其實就是 相信很多人 都未必是對電腦那麼熟悉的人 但是家裡又要 很多時候都會砌電腦 砌電腦 砌電腦 你砌電腦 無非都是找朋友 要是你自己出去找電腦的譜 有些不是上網搜尋 請問商場搜尋 我記得在某些 大的討論區 有人 現在真的還弄了網站 讓你上去 他有些知道 你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自己去結束 或者你真的 真的那麼不想出街 不想那麼煩 的確現在的公司可以給你上網 然後直接送給你家 有很多這些不同的方法去買 我認識有些朋友 托另一個朋友幫他砌機 在砌機裡打斷糕糕三個字 然後又對給別人看 跟著就讀斷糕糕 這些歷史過去的痕跡就不要特別看了 你們不要特別看了 這次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真是真事 就是身邊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 什麼事 他朋友不是我 真的不是 軒哥自己搞定 我可以親身證明軒哥砌機是有一手的 軒哥真的不會中這招 上次我的機是因為軒哥在這裡才砌完的 是說什麼事呢 話說那個時主有一天 就是警察 開了名字嗎 那家店 當然是開了 老婆 是呀 那不怕 那不是抹黑嗎 你只是說事實而已 是說事實而已 是說事實而已 上次都去到就是 praying 就去到彎仔那邊的彎仔那邊 然後那邊都去 charterada 那邊到彎仔那邊下去 那邊行車 逗一逗一逗的時候 無緣無故就被銷售到它 去買 喂組新機 好棒喔 好像四隻教父 那類的樣子 我不完全知道他們那時怎麼銷售 總之是銷售他組新機 那時候銷售到它 結果來講 那個市主有兩個要求 第一就是要RTX 2080 我們上次說抽起先煤氣爐 第二就是要Intel i7 有兩個要求 然後以其他人幫我整理 這樣把機器裝上去 買完機自然很開心的 抬著機器回家打 但是為什麼會正正常常的 很普遍 但是回到家用的時候 就開始惡夢了 我發現這部機器不知為何 第一是很吵 有點氣氣聲 第二是它是 Boot window 5次有3次進入 覺得很奇怪 開始求救了 找回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看完之後覺得有點不對勁 然後拿來問我 大家一起 我開始發現了這件事 她當時傳了兩張照片給我們 第一張照片是拍攝她的電線 第二張照片是拍攝她的CPU和顯示器中間 有一條M2 我看到這兩張照片 覺得你不敢對勁 我哪敢組裝 對 電線呢 其實你會知道 如果你組裝便宜的火候 它的電線就會一大堆 對 一大堆 通常組裝機器都會找些位置放進去 或者塞進去 看不到就算了 我看到有些會是一大堆 這個呢 它是整堆 鑑山地放在這裏 就完全沒有理會過它 這是什麼人體 你是不是解剖了那個人裡面的腸 對 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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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會有心機一點 有些會有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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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樣子很壞 那這部機器都可以用到的 最精彩的位置就是它那一條SSD 那個M2 先補一點知識 M2那些就是一條長條型的SSD 大概是比現在我們所通用的RAM 其實是更薄和更細條的 你大概當是2-3cm長 對不起 2-3cm寬 大概10cm內的長 它有標準的 在放桌機來說 通常常用的就有2260或者2280 即是6cm和8cm左右的長度 這些是比較常用的 而我一看到那張照片 它是上一個是2230的款式 這些是用於Notebook使用的 那也不要緊要了 用到的 問題是底板只有2260和80的Slot位 即是它後面是通了一個洞 讓你放螺絲帽子 然後上螺絲就固定住那條SSD 那條M2的 而現在你用2230 那你沒有那個洞 那怎麼辦呢 它不是轉洞的 它用膠紙黏著 我剛剛還想問那個反光位是什麼 它用膠紙黏著那條M2 黏在底板那裡 這樣就算是 其實也算是黑科技 我們拍攝的時候經常說膠紙好忍有用的 這個可能是拍攝出身的 可能是啦 但它要黏成這樣 不如你不要再說了 這樣呢 我現在這樣看我經意不對勁 那你用這些款式我經意覺得奇怪 即是你用膠紙黏著用膠紙的東西 其實本身已經很古怪啦 對啦 那再看多一點 我再看那條M2的牌子 我都覺得再不對勁一點 它就是用了一個SK 跟著Hynix的M2 SSD 那我就在想了 Hynix有賣什麼的嗎 有街有賣的嗎 其實這些款式是OEM的 即是你買Notebook的時候 它跟著那一類的 即是原廠機才會有的 對啦 你不會在街上零售買到的款式 是 但是它就塞在這部機裡面 那我就不知道它為什麼 會買到這些款式 出來 那我也算了 那你用到我就由得你 那我覺得有些問題 那叫那個朋友 就拿這部機過來 給我們看一看什麼 然後拿到你 搬一條絲給你解剖 檢查死因 看什麼事 我只是說二面絲 就是發衣 那類 那這部機就抬到我們面前 自然就拆開開關來看一下 那一開出來 哇 這部機真是精彩 哈哈哈哈 很精彩 第一樣就自然它的Cable Management 就非常的精美 對啦 剛才也略略跟大家說過 即是那一抽的豬腸 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一拼出來 那這些我可以當你算 即是你可能趕著起貨 沒有所謂 這些可以自己做的 對啦 這樣我們發現了問題 那裡 就是剛才我們有說過 可能是它的線收拾得不好 這樣就卡到封線了 那的而且確 我們在Display Card 下面那裡 我抽封線那裡 我看到那條線是的確會卡到的 嗯 這個 我們看到自然就不收貨 很正常 自然就打算去吵架它 不過吵架它之前 我們也有看過一下 那些材料是什麼 第一 淘寶機箱 我們檢查過價錢 它淘寶的機箱 就大約是一百元人仔左右 嗯 嗯 萬幾元機 給你一個淘寶機箱 對 淘寶機箱不要緊 還要一塊錢 對 剛才我還沒說過 這部機箱 問事主拿單來看 就是一萬三千五百元 對 其實這個價錢 其實這個價錢 一萬三千四百元 對 但是如果這個 你剛才提及過 它要二零二零七零 二零八零 二零八零 加上這個i7 你當是最新世代的CPU 其實加上其他東西 這個價錢是正常的 是可以 是合理的價錢上來講 不過裡面看的東西 就不太合理了 第一個機箱 第二 就是Power Suppire 就是用Thermotec的Light Power 650W 我當你計算到盡 那你650W 也算是推得動的 即是理論上 如果你捉數的話 這個 這個 火牛 它沒有80PLW的標誌 即是輸出我不知道你多少 而市主打機的時候 它也有擲機或手機的情況 也算是引證了這個火牛 不夠出力的引證 也是一個問題 另一樣就是剛才的SSD 剛剛提及過 就是RAM RAM 我覺得很搞笑 真的 RAM 通常我們砌機的話 有分 叫做Duel Channel 就插兩條一樣的RAM 在相應的RAM階段 接著就會有Duel Channel的效果 即是它的Bandwidth會加到一倍 對效能會有提升 通常我們會買兩條是一樣的尺寸 譬如兩條1GB 兩條2GB 一二四八十六 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 這些東西 還有那條RAM 最好是那些型號差不多 起碼hz一樣 hz一樣 或者是 用量一樣 排劇牌子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 最好 但都可以 總之在理論上 最好就是買同一條RAM 因為市面上買的話 通常你會買兩條RAM 對 這樣就最好 現在它買到出來的是什麼呢 我們拆了出來看看 就是一條是由TEAM出的 16GB DDR4-2400 另一條RAM TEAM出的也是 8GB DDR4-2666 容量不同 hz也不同 然後它放在Duel Channel 那塊底板只有兩條RAM 我已經不理會你的Duel Channel 你兩個容量不同 兩個hz也不同 這些情況會發生的 通常是人們升級的時候 我隨便購買一條 插進去 不夠錢 不夠錢 買完 然後再買 但是我新買了一部機 我絕對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對 但是在這間店裡發生了 真的厲害 我覺得是 而更加最大問題的一個位置 不是最大 就是再有一個問題的位置 那隻火牛 就是剛才不是說過的 那些火數可能不夠 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拿了一部機回來看的時候 我們發覺在裡面那裡 是積了層的 嘩 即是說這隻東西 新品的機會是很低的 你不能是用過 你不會積到這些層 舊品你都抹乾淨才放進去 你那支數數 你應該不講你的電腦商場 隨便收拾十幾支 那些東西先掃緊 這些東西是在裡面的 噴出來 那你要清的話 你一定要用噴槍 因為如果我當你窄貨 怎樣也好 你正常有包裝袋 是 你的包裝袋 就不會有塵 你窄貨不會有塵 所以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一件事 那經驗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而更大的問題 是整個機的設計 有問題的 是甚麼呢 閉閉閉閉閉閉 好像在掃描我的東西 對 平時你不會想這件事 但你看得到沒有 你會覺得 怎麼解釋的呢 剛剛有提到大約的規模 就是RTX2080 出名是熱的煤氣炉 然後再加上I7-8700 嗯 這兩個都出名是熱的 自然在散熱方面 是需要加點功夫的 無論是CPU散熱 甚至是機箱散熱 都需要有些人玩到水冷 甚至是其他形式的冷卻方法 對 你安裝過這些 你會玩Gaming Gaming 那些散熱一定要做得好 沒錯 而這家裏所採取的散熱方案 是甚麼呢 是沒有任何的風扇 前後都沒有 一把都沒有 CPU上面 是用原裝的散熱 原裝的散熱不是不行的 但我不確定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跟我說 I7-8700 就沒有跟到原裝風扇 嗯 對 那如果他要放到原裝風扇 即是有其他的U套 放下來插 那這個我不確定 因為我自己沒有真的買過 不過你有朋友就有這個質疑 我朋友就這樣質疑過 但就算那個真的是原裝的風扇 其實單單來說 散熱能力也不算太大 我當你真是用的 即是你正常用 用原裝風扇 用原裝的風扇 也不算太大問題 但是你配合 把RTX2080 你用來打機的話 我相信其他的散熱 會需要一些輔助 但他機箱那裏 前面是一把風扇都沒有 後面是一把風扇都沒有 那 我想到 我想到怎樣 我最近有學習 我聽Terry他們說 異戰軍事科技 我都知道 以前除了要用這個 因為太冷卻之後 還會用什麼 有氣冷式的冷卻方法 即是怎樣 你用這部電腦的時候 要放在跑車上 開夠400K 這樣飛的時候 我知道 即是F1那種散熱方式 對 氣流一灌進去 但是用你的氣流去散熱 即是用打冷風下去 所以有人經常說F1 你太慢了 你太慢了 所以這部是氣冷式電腦 即是怎樣 玩賽車遊戲 真的要一起賽車 對 厲害 那我的朋友 馬上放在首區車 就不斷吹吹吹吹吹吹 沒錯 放了紅運線 其實你應該是有效的 對 據我的朋友所形容 他說這個是佛系生意 哈哈哈哈哈哈 自己到了自然會涼 心靜自然涼 嘩 你老闆 神經病 然後我們看到這麼多問題 還有一個 它的底板 即是一塊13000多元的機器 它的底板是用Gigabyte B360 HD 是一塊最便宜的六塊水的底板 我不是說你不能用的 那 你萬塊幾塊的機器 用這塊大家有閉嘴 是 那我們發現了這麼多這類的問題之後 自然就回到那間店鋪 你提漏了一件 提漏了一件 漏了 那大家去買這些電腦或者電子零件 或者電子商品 甚至你買電視雪櫃 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的保養 那大家憑保養去官方的 或者是一些這樣的零售商 大家都是以發票來做準 沒錯 以發票來說 大家買電子零件 甚至來一些連鎖店 甚至我自己去過 例如黃金高登的一些商店 它都會發一張正式的票給你 不用電腦打 都會用手寫 寫回所有的零件 什麼零件 那些什麼的 沒錯 那你怎麼可以做保養之後 對 我都試過 就算你手寫也有問題 例如我以前那部 手機Moto那一隻 我去做保養 它也都指出手寫 你要手寫賣一些資料 它才讓你做保養 所以我之後 我真的去回零售商 零售商也肯寫回資料給我 但是說回軒哥的個案 那張單真的無難得 那張單上面寫了什麼呢 當然有Tanplay那些 即是店舖的名字 那些各樣東西 然後它寫的PASS是什麼呢 I78700 CPU 很正常 然後下面那個寫B360 Matterboard 已經沒有寫牌子了 第三個 120GB SSD 然後呢 24GB RAM 然後1TB HardDC 嗯 然後就是CASE With Power Supply 然後就是RTX2080 Display Card 最後加上WIN10 因為它有買WIN10的正版 沒有寫小PASS的價錢 也沒有任何的ZERO號碼 最大問題是 它連最基本的牌子和型號都沒有寫 那張2080是什麼呢 那張可以是公版 可以是其他牌子的特別版 下面第一字寫著 LOW REFUND 然後還有寫明 可以這樣寫嗎 LOW REFUND可以 LOW REFUND可以 可以 然後下面寫了WALRENTY 它就說有五年LOW RENTY 第一年就包PASS和人工 接著就 KUHU就Log in KUHU software 那就是說過完第一年之後 你要找它做就要收錢 收人工 那麼PASS另計的意思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一張單 那張單也算了 然後其他PASS 你正常買的工廠機 它會給你盒子 沒有 這個真的很難浪糕 但你剛才看到那塊 那塊層你也知道什麼 結果我們就走回去 我們有幾個要求 第一 牛要換掉它 因為你很明顯 不是新的 其實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控告它 不過我們那時候沒有理會 因為當時事主想快點回去打遊戲機 所以就沒有搞 正常 那就換了一隻牛 叫它換牛 然後就叫它收拾好一些線 因為它是砰過風扇 至少不要把風扇 然後我們跟它說散熱 其實順帶一提 這個過程我會有錄音 我不知道大王會不會放出來 或者什麼 這些是事實 總之我可以說 那 有需要才再說 到時候再說 不知道這個有錄音 有證明到的 有證明到的 而 我們說機箱散熱的時候 它跟我說 火牛那裡沒有把風扇 火牛那裡有把風扇 我想說 以我微弱的電腦知識 我都覺得 你火牛沒有風扇 我就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吵架你了 我覺得它應該不是負責 砌機的 它不了解那部機 它應該跟你們說 這部機是氣冷式的 不是我這樣說 不如用念力吧 不如 你說這部機 因為它在走近 U還是 各自開卡都燃 所以要做風扇這件事 那你跟我說火牛的風扇 其實那個程度 那句話的理解 還有跟你說 你家裡就有風扇 其實沒有分別的 不吃西卡就吃西蘭花 對 我家裡有風扇 這件事沒有分別的 你說當然是 你把Display卡 造成整個地區會很熱 那跟著 我們就跟它理論 它就說 當日 砌機的時候 有跟市主說 說 用不需要加水冷 然後又說 不加 然後 那 即是不想攪拌熱 然後 你的選擇 要不就沒有 要不就只有水冷 那中間是沒有任何選擇 就是聽他這樣說 他現在不是有氣冷式嗎 對 氣冷式你幫他量度 不就是會想的 然後我們就叫他 可不可以裝一把風扇進去 因為現在這樣出硬事 對 然後讓我們再說幾個 他就說 你要前面還是後面 這樣就加了一個 然後他說 然後他說要收$85 他那些是那些 難救風扇 那些 新高燈扔掉 那些 新高燈扔掉 那些 然後他說收$85 可以買貓頭鷹 然後再跟他說幾個 他就送給我 深名大義 多謝他 到時候就加了一個風扇 在後面抽出的 對 接著他 收拾好一些 那條SSD 就說 他那時候 我們問他為什麼會用到這些SSD 他說 我看是他才給M2 原本只有SATA 哇 黃欣好多 萬多元用SATA 接著我跟他說 那你轉回SATA給我 我不要這條 接著他就真的換回給我的 那時候我們是午餐去的 我們也都陪不到他去到最後 即是我們說完 我們就出去做我們自己的事 就留到時主 繼續搞定就拿回家裡玩 又出事了 想著就沒事 慢慢進去家裡 家裡就多事了 有什麼事 撿完之後回到去 他撿完 我們又拍一張照 就是我叫他拍一張照 給我們看 看下 會怎樣 最後他換了另一隻火牛 就厲害了 有 cable management 即是你要那條 cable 才插進去 也是由M2的SSD 轉到SATA的SSD 接著他有收拾過一些線 這樣就 好像解決了問題 不錯 又加了一把風扇進去 那我一看這張照片 只可以說 那條 cable management 對比上次是有改善過的 是 不過這一抽我看到 我都覺得 嘩 哪個撿的 是有改善過的 還有他上次 之前那些線 是卡到Dispay那個 今次我看著 他明顯卡到CPU那個 好像更嚴重了 我覺得更嚴重了 因為他在那條風扇 加了一條東西 變相拉到 他那個CPU風扇的機會 機會也大了 對 這些我都算了 Cable這些有夠了 我記得線 你那時候 你跟我們聊天 你講了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說什麼 你說比上次 鬼佬教砌機的部 正確 我要跟The First Land 道歉 我以為 那時候我看Cable Management 已經是我見過最差的 想不到有人比他餓虎藏龍的香港 真的 哈哈哈哈 喂 The Verge 那部機是砌出來 是你打到機的 這部你砌出來 是完全打不到機的 打個LL 好嗎 實際用呢 我稍後再講 先講一下 基本的Hardware 它加的風扇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那個火牛 就是你做Cable Management 的火牛 你可以砌到這樣的樣子 我都覺得你厲害 哈哈哈哈 更加有趣的是 是啊 它真的轉了SATA SSD 它呢 就放在 原本應該是放 碟機的Tray 就是近上邊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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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多一個SATA SSD 那裏呢 那裏呢 就是我呢 砌機呢 就算我自己偷懶呢 我都放兩顆螺絲 就是對角 嗯 它放了一顆 我看到是歪了下去的 一顆 一顆 一顆啊 一顆啊 整個機是斜了下來的嗎 不平衡啊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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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裏呢 那裏呢 那裏呢 combining 那裏呢 那裏呢 早上第一次 她也是不會拆開這部電話機的 那裏呢 那裏呢 就是操作的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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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的那裏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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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裏呢 我市主拍了一條影片 看看現在實際的情況 一張RTX2080 加上i7-8700 有24GB RAM 用了SSD 電影數正常來說應該過100 850-860左右 他拍了這條影片 9FPS 大家不要聽錯 你沒有聽錯 不是90 是9 單數的9 33 33歸9的9 第一次軒哥分享的片段 我以為是相片 我以為是相片 我突然覺得為何不動 那時候軒哥給我看 我差點想問他在播放 你是不是還沒按Play制 是啊 我給那麼多人看 那麼多人都是想這個反應 然後中間 市主就舉了一下手 先動一下 正式了 這條影片是真的影片 市主的手是絕對夠FPS 對 你看到他拔的手 是真的卡住了 即是像是播幻燈片 那樣子 他是卡住了5-10秒才動一下 他還要動一下 那時候 他那時候也不夠FPS 我看到他左上角 有個FPS的卡住 所以我才知道是9FPS 不然我會點量 但是他中間有1秒左右的時間 他會彈上去160多 但是之後很快就放上去 9FPS 好慘 大起大跌 都是吃蟹一半 OK 這樣我們就開始懷疑 是又有問題 那樣子 再一次就去聯絡 那個公司 即是小機的一間 對 那他就說 哎呀 那部機搞了那麼多 即是他都在講數 跟他聊 他就說 只帶一塊底板 和RAM去換 這樣就 但是我們就在懷疑 會不會是 牛不夠力 因為 因為剛才我們沒有說的 他那個新的火牛 原本那隻是650V 他換完之後變成600V 蛤 更少啊 有80PLUS的應證 再加上有Cable Management 他就說 這隻是我們全家店鋪 最高級的那隻 而我實際 當天我在那裡現場看到 的確這隻是高級的 在那間店鋪 全家店鋪只有600 最高級的 你不是玩我啊 那一隊已經是我們最好 但我們那一隊是英越 沒有辦法的 搞虎難為無米追 嘩 這樣他就說 知道你住得遠 免得你再托過來 我挺心名大義的 那我就派我的同事 上來安西 幫你上門做 他帶PASS 帶RAM 帶底板 初時他說 不帶Display 然後我叫他 死都要留得到 他帶為Display 不然你到時只會搞到 那最後就肯帶了 最後真的撿到回來 他換了底板 換了RAM 基本上整部機 除了機箱和1TB的HARD DISC 沒有換過之外 其他全部機是換過了 即是根本是另一部機 根本是另一部機 換了一塊新的底板 就是MSI B360M PRO VHD VDH 我們在HKPRICE 檢測過 是550元 即是比之前的 是便宜50元 那些東西會是少了 真的會知道 但是RAM 就由2條變4條 換了3條ADATA的RAM 2666 3條? 他要24GB RAM 即是他給你3條8GB 3條8GB 不像以前的 可以插3條RAM 很厲害 那條RAM 就算是好 算是 對 底板那邊 插了 算了 你活動了 我不管你 那張DISPLAY也換了 到今天 我們開麥克風 其實這部機器 都溫了兩天 事主都沒有抱怨 應該這件事就解決了 但是 這部機器 即是他重新再收拾過 那就是收拾了兩鍋 那些電線 都是一插 這樣收拾的 那我到了這個位置 我開始懷疑 是不是這間店 收拾線的特色 即是說 很特色的收拾線方式 它變成是 那些電線 全部扭一條 這樣 很整齊 這樣 螺旋式 其實很危險 有時候又說 你怎麼收拾 一次又接近 EASPLAY 一次又接近 CPU 這樣 這件事 暫時就 算是告一段落 暫時是 但是 很明顯 帶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 這些店鋪的手法 即是 或者是大家 如果是出去 組織 list 或者其他東西 就要留意一下 第一 就是 那張單 你一定要說 型號 銷號 銷號 各樣東西 第二 如果有盒 盡量保持盒 或者 就算 你嫌大 即是嫌左訂 起碼 你剪掉 它的優惠 標籤 還有 將單 因為如果不是 你CAMP 盡量保持 這些重要位置 盡量保持 盡量保持 至少檢測 因為 其實 你組織機的店鋪 包你一年 但其實很多 都是 二至一年 包括 現在 實際 就是使用Soltec RTX-2080 因為 Soltec 它出名的地方 可以有4加1 有5年保 如果你到時 過了一年 你將Dispay 有事的話 正常地 可以拿回 代理 但如果你 什麼都沒有保持 相信 就只有一年 即是那間店鋪 幫你製造 第二 就是 那些店鋪 最好 找些有信譽 會有些危險 因為如果你 隨便找些店鋪 的話 沒有什麼信譽 其實就 有些危險 是的 那 那 不知道 我有時 會用一招 有些店鋪 可能買東西 等那些 將店鋪名 上Google搜尋 嗯 那 可能有機會 有些蛛絲馬 我試過搜尋好東西 我試過搜尋好東西 你這個做法 是非常正確 因為這間店 我用Google搜尋 是搜尋到 價格是黑店的 哈哈 哈哈 又這樣說 又這樣說 我搜尋過很多店鋪 價格第一個 結果都是黑店 很多人想知道 你進去看一些 討論 才會知道 是不是真的 很多人搜尋 是想搜尋 是不是黑店 所以搜尋到 價格黑店是多人搜尋的 是的 這樣說 而我實際進去看了 也真的是 哈哈 你不用進去看 你都知道 哈哈 那我還沒出事 是不是 是 公平這麼說 有些人純粹是店鋪 沒有給好處 每天都黑店 所以 所以要看情況 是要看留言 是的 但是你說有這個結果 如果阿軒哥 看裡面的留言 也很明顯 嗯 嗯 那就是 還有是不是有時候 組裝機 你未必懂得太多 可能有時候想廠機 會不會更加選擇 沒錯 廠機其實近年來講 都不是說 食水好心的了 因為電腦PASS 已經沒有辦法 對他去吃 還有廠機有時候 售後可能更好 沒錯 起碼真的 怎麼說呢 信心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如果你對電腦 知識不是那麼豐富的話 其實那些店鋪基本上是包搞定的 嘩 那麼 起碼他不會給到這些 這樣的質素的組裝機 給你先 那就是 好說不出聲 就是 今次好彩他做兩鍋就搞定了 雖然其實做兩鍋都不夠 好彩他拔了一些 真是適合的朋友去吵 一兩轉 對 如果不是 其實我們有打電話過去 去消委會 問過可不可以退 他們給我們回答 第一他寫了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 第二 他寫了包你一年補充 就是說如果這一年內 你有任何問題 你找回他 而他願意補充的話 你是催不上的 因為沒有人反過 即是說 你保持壞 你就保持補充 只要他有補充 過了一年之後 就拜拜 這萬多元 你就給錢買難受 其實我覺得 那位市主這樣 隨時不如 不如花點錢請朋友吃飯 叫朋友幫他按一按 有沒有什麼收拾好過 正常是 這部機器可能真的受命不長 那還有 封線成的那些 你不知道他怎麼疼 待會他倒轉 待會倒轉了 然後再抽一些 封進去 那不可以 那最好 如果你身邊有 認識人 認識電腦 那些東西 不妨你 真的下決定之前 你先問一問意見 雖然未必說 一定是 很好 但是 問過一下 至少怎樣也好 問問身邊信任過的朋友 你先問什麼事 告訴你信任的人 還有 還有買的時候 去安全的地方 還有其實買 我自己 除了買電子東西 買電腦 甚至買手機 我覺得可以找人 就是你信任過的人 或者朋友一起去看 可以給一些第三方的意見 我相對來說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安全一點 甚至你 就算你 好像一開始說 想高燈找 list 或者什麼 都怎樣也好 或者是 那些店舖 自己本身 其實都有些 preset list 應該都不 但是最擔心 就這樣說 你就算跟了一條 list 最後組裝了 那些豬場品 給你 那怎麼辦呢 這些沒得避 這些真的沒得避 有時候真的 我覺得 想你 cable management 就算是 的話 之後你回家 自己怎樣找 鹹水草摘也好 找索底摘也好 多不少 你都可以補救到一些 是啊 但是 起碼 你回來的資料 起碼是整不整齊 我覺得 通事那些 真的不搞 就好像好像 但問題就是 因為通常 它放在那張 list 它不會 因為正常 如果你上網找 list 你會寫完牌子 型號 那些 它不可以騙你 所以 它一定會給到 這些資料給你 下機 你真的要打開部機 看看 入Bowse看看 到底那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跟回 然後打開部機 看看機箱裡面 它跟你說的那個牌子 是不是真的 它上面印著那張 label 這些基本的東西 真的想起 那張膠紙 真的沒問題 那張膠紙 真的超越了我想像 之前 我想到 所有的仇人機 都不夠這部東西那麼厲害 那個鬼佬的GIF It's broke my fucking mind 膠紙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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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紙癡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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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 阿順第一題 剛才我不是說過那個 我剛才也說漏了 它那隻火牛 那隻有Cable Management 的600W火牛 在香港是沒有行貨的 一間叫做 First Player 首席玩家 的火牛 你的名字這麼像 某個國家的牌子 對 是一間 來自廣州的一間 出電競產品 的公司而出 很厲害 我國發展電競 很厲害 我國發展電競 這隻600W Power Management 即是Full Modular 的火牛 還有80% 在強國的京東網站 到銷售 299包油到香港 還有包油 299包油 對 沒錯 在香港 我看到唯一有一隻 即是如果你打 First Player 或者是首席玩家 在Parts.com 是找不到result 我是在 某一間 大型的店 我看到有一隻賣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寫 保養 我不知道 它有一隻 沒有記錯 是1600W 就 $999 正常不會有這些價錢 這些價錢買不到 應該還要 我覺得當時看單位 看箱 我第一個 在聊天 就是 喂 你不給Cooler Master 我給GDR GDR 我都沒有 炒落山都沒有 屌你 你這個火牛 不給Kuma 都給其他 對吧 都不用說什麼Corsair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問他為何沒有風扇 他說 這些基本的機箱 當然沒有 他這樣跟我說 對 基本的機箱沒有風扇 那個人還要 那時候態度不好 因為我們回去折騰他 對 那 如果找店舖的話 就 小心點 小男 你知道這個環袍嗎 哈哈 很近跟我玩 是啊 是啊 然後我們在那邊拿手機 播放著 那一隻Feed Music 在那裡恐嚇人 糟了 然後馬上被人報警 然後南哥被人抓了 那 第二次翻修完之後 其實就應該 那部機器就正常回的 但是都擔心 但是 會不會有什麼隱憂呢 那就 看一下他 是不是真的 那 之前 只有一口螺絲的話 他也有上回 多一顆的 上多一顆 你那些有什麼隱憂螺絲 這些螺絲 這些螺絲我前陣子 是在草寶買過的 那些螺絲 不知道什麼 又是幾元 五 五 一百顆 我們不是好像說過 當年Apple 不是探了幾個螺絲位 是啊 又是那些 我講的是 我是網絡買的 我不是批發價 我網絡買 我不知道幾元 已經買了一百顆回來 那這些 在公司 就 小心點 這真的是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提醒各位 聽開我們節目的 對Foggy 都有一定的興趣 聽了這麼多實事錄 當然也希望大家 不要中招 做個精明消費者 記得 有什麼要告訴信任的人 以及 組裝機要去安全的地方 而且認真 如果你真的不太熟悉這些東西 譬如小弟 電腦很不碰 你不如買官方機 買廠機 現在又真的不是很貴 你不是要追求極致性能 不是那些JFPS J到出血的 你不是那些 其實沒有必要買那些機 如果你是追到這樣的話 應該你也一定要認識 你自己有一個正式認識 我自己 所以當時我買了一部廠機 就算你真的追到這樣的程度 都有一些廠商 特地現在很流行那些電神 雖然我不喜歡電競 這兩個電競手提電腦 電競 上次聽出來有電競水杯 現在真的 但是 什麼時候出了電競 有啊 那次整個都出了電競 然後我是不是有 有RGB 我馬上說是不是有這個項目 的確是有些牌子 專門出一些高效能的notebook 或者setup 但是你也要知道 裡面真的有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要自己小心 是的 那今天這個科技雜水這個 設施錄去到最後 跟大家掃雷 可以說真的 就是讓大家少一點 不要踩到雷 但是說起掃雷 或者有沒有雷這些東西 接下來那次電玩新聞 還有很多雷東西 會在說說 策文還沒說完 我們下次繼續 對 待會繼續 有些還要承接上一集 對 厲害 好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電玩新聞 我們下次大家會 我們下次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對 我們下次見 呀